沙特为首多国联军当地时间19日晚,对夜门首都萨纳再次发动空袭。 这是自2018年12月以来,联军首次重新空袭行动。 联军将其形容为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而萨纳不少是民也说,这是一年来最惨烈的一次。 如此大动干戈,就是为了消灭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基·玛利基在20日的记者会上透露,联军战机对萨纳城中7处军用设施进行了空袭,其中包括无人机的训练基地,控制中心和仓库的。 同时,指责胡塞武装将军用设施藏于民居之中。 萨纳城内的医疗人员则向媒体表示,至少有两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另有数人受伤,一些房屋被损毁。 从记者会现场情况分析,因叶门内战而爆发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使得多国联军承受着国际社会,特别是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 而且这种压力,近期级又可能越来越大。 马利基不仅罕见了全程使用英语,向外界介绍空袭的具体过程。 而且,将联军从侦察瞄准到空袭的全过程图片和视讯军展示出来。 因此细标记出空袭目标与周边民用目标的距离,用资料证明胡塞武装的狡猾。 与此同时,马利基也强调,联军将对相关目标进行持续的精准打击,从而保证胡塞武装完全丧失空中攻击能力。 多国联军和叶门政府军已经被对胡塞武装无人机的恐惧支配已久。 往远处述 2018年4月,多国联军在南部与叶门边境接壤的集赞上,和中南部的爱布哈国际机场上空,分别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2018年5月25日,联军又在爱布哈国际机场,击落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尽管在两次事件中,无人机均为对沙特目标造成实质性打击,但已经证明胡塞武装的强大操控能力,已经可以使无人机深入沙特境内100公里以上。 近期来看,胡塞组织1月10日对在拉赫地省举行的叶门政府军阅兵式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军方高层和当地官员以及士兵多人死伤。 伤者中还包括叶门政府军总参毛长,无论从袭击前的擒霸工作、准确程度,还是现场袭击效果来说,都堪称是十分成功的无人机作战案例。 胡塞武装似乎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袭击事件后的1月13日,胡塞武装发表宣告称,愿意有条件地停止使用无人机攻击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和叶门政府军。 并准备与其实施全面停火,俨然已经将无人机作战能力作为与联军和政府军谈判的筹码。 只不过,多国联军不仅没有回应这一宣告,还轰炸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控制中心。 事实上,胡塞武装的牛不仅体现在非无人机上,而且体现在打无人机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胡塞武装累计宣布,击落德国联军无人机超过6架,其中包括两架沙特购自中国的CH4X打一体无人机。 虽然相较沙特从中国购买数百架的总数,损失的三五架问题不大。 但联想起胡塞武装还曾有击落F-15SA的战绩。 这样以战带练,从战斗中学习如何战斗。 沙特等国短期之内,以战促和希望快速把胡塞武装打服,然后脱离叶门内战你找的想法难以实现。 残酷的战争中,最值得同情的还是受苦的叶门人民。